这几集的《物物针》 希望各位有心机和我一起走下去 因为分析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和我们香港的命运 今日的问题乃至我们将来 是往往何次去有关 我们上两集讲过 这个叫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和古希腊时的精英的民主投票权 它不是两轨并行 到了19世纪的时候 曾经引起非常激烈的争论 就是到底什么叫自由 在这个时候很多的知识分子同情窮人 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普及 于是自由这两个字 就和民主一起挂勾 好了 但这个问题出现了 在这个时候